車上放有斧頭和毒品注射針筒 被眼尖遠景發現 第一時間就要上銬 對方卻還想逃跑 當場被壓制在地 嫌犯發出痛苦哀嚎 警方隨後在他的包包還有車上 搜出更多違禁品 除了斧頭 鐵鑲 麻繩外 還有手槍跟子彈 整台車藏滿武器實在誇張 車上有斧頭啊 為什麼要戴斧頭 你是要去暴力討債嗎 臉上還留有當時拒捕 與遠景扭打後的傷痕 這個無姓嫌犯 4號凌晨開車載著三名友人 從宜蘭北上行津板橋 西城路時遇上警方露檢 因為車上斧頭漏了線 遭到遠景進一步搜查 意外發現更多違禁品 事後他向警方公稱 開車北上是為了參加廟會活動 駕駛無姓男子 自稱從宜蘭行津板橋 但卻形色慌張 眼尖的遠景發現 車上竟有一把斧頭 及剛使用過的毒品注射針筒 最後又在其身上及車上 起貨改造手槍兩支 及子彈 斧頭 麻繩 本票 戒具 手銬 折疊刀等物品 全案依法送辦 車上搜出的不只有違禁品 還有本票及空白戒具 警方懷疑嫌犯帶這麼多武器 可能涉及暴力討債 從宜蘭北上遇到林檢 讓這群凶神惡煞 還沒先做壞事 就先栽在警方手上 記者劉氏偉 陳芷芳 新北市報導 節目 ケト Mayor SUCC providing